請吳建華先生發言 主席、各位議員、各位官員 我這裡有四宗分別發生在今年5月、7月、8月、9月的新聞 在全港、九龍、新界以至離島 都有青少年在公眾場所進行性活動的新聞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香港土地不足 正如失去了立法會議席的劉慧貞小姐所說 現在香港青少年想搞事都找不到地方 但是政府說要收緊旅館業條例 又說要看公契、又說要問居民意見 就像剛才聯會主席那位朋友所說 全部都不同意 打擊的就是香港的賓館業 令到越來越少賓館供應給香港的青少年 剝奪尤其是沒有錢那一班進行性活動的自由空間 就算不要說搞事 修例不只是打擊市區的賓館 打擊的還有離島的度假屋 到時候度假屋大量減少 離島的酒店就全部貴了 香港人的衣、食、住、行 住和行都是最多民怨和民憤 就是因為政府的干預太多 搞亂了整個市場的運作 好像早幾天長青公路的車禍 為什麼工人深夜要坐旅遊巴上班 就是因為政府搞到不夠公共交通工具 不方便入機場 但是現在人們想到很奇怪 如果我有一大班朋友 我每晚給不同的人去家裡住 用大廈的設施 但我沒有收錢 那就沒有問題 一收錢 就說會有安全的問題 對鄰居造成滋擾 我想問一下 消防屋宇柱經常都去私樓 公廈那裏巡查 要法團去做維修 去修緝 保養的設施 不是已經很安全了嗎 那些所謂有排的酒店 是不是安全係數已經是高度 有史以來從來沒有罪案發生過 至於滋擾 香港的樓默默默默默默 經常都會有人投訴 被鄰居吵吵吵聲 拜神 甚至鄰居住著傻佬 晚上在哒哒哒滋擾 和租約的長短有什麼關係呢 和國籍有什麼關係呢 所以 為了保護香港青年 繼續享有性活動的自由空間 保護香港的旅遊業 零售業和服務業 我們建議政府應該修例 凡任何提供收費的住宿 租出期少於一天的 才需要領牌 我們時間到了 好的